後面這個 注意喔 最大的關鍵就是後面這個 所以你這個地方 假如可以過得了的話 有沒有後面這個 這個兩個双領套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就是把之前的公式貼過來 貼過來之前我們是會先把它 用記事本取代成一個變兩個 有沒有 所以編輯沒有一個取代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要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你要把某個公式輸出 其實我們之前有做很多練習 你也可以練習 前面也可以把它變VBA 然後再把公式貼回去 所以取代完再貼回去 貼回去實際上這一串就是一串文字 這個文字的話 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所以VBA其實就用這個來辨識 頭在哪裡 尾巴在哪裡 為什麼我一定要變兩個 因為如果你假設 變一個的話 它就會混淆了 它以為奇怪 頭在這邊 尾巴就變0 前面不是有個水 那就會被卡住了 它就無法辨識 那如果我變兩個的話 它就知道 原來你裡面的實際上就是 將來輸出公式之後 那我就幫你改成一個就好了 以四區隔啦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加個回圈 然後並且把這個2改成I 它就會把範圍輸出正確 但是呢 如果你直接這樣輸出的話 它...不... 我剛剛...這為什麼這樣 因為等於 對 因為等於對不對 那等於怎麼辦呢 再加一下喔 我就不重新貼了 剛剛好像漏了一個等號的...對 所以以後你知道 如果看到這樣的狀況 就少了等於 那你就直接在這個雙引號後面 補一個等於就好了 直進看看 欸 有了 有沒有 然後呢 它沒有變底下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這個地方的2有沒有 沒改 沒串一個I 那那個I不能直接放進去喔 一定要把它切開來 放中間 切開來放中間就是 兩個雙引號移到中間 兩個AND放中間 再移到I 放I裡 然後呢 AND前後記得一定要加空白 因為在VBA裡面的AND 前後一定是要空白的 這個是它的規則 那當然我們剛剛是做三次啦 所以... 當然我有時候比較偷懶 我是... 雙引號到雙引號這個喔 是我剛剛加上去的 所以還有一個偷懶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沒把握 你還是一個媽媽來好 複製它 然後把它貼到剛剛的2上面去就好了 貼要貼準喔 OK 這不好貼啦 如果你沒把握的話 你還是多做幾次吧 好了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執行 這樣應該都OK了 然後寬度不足 寬度把它自動調整一下 其實你寬...太寬對不對 你可以點兩下這個 太窄也是一樣 比如說太窄 點兩下 它會自己調整 點這條線就可以了 如果你全部都要自動調整的話 你全部選 然後隨便一條 點兩下 它會自動... 每個都自動調整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OK 你要自己調也可以啦 但你如果要讓它自己... 它會... 這個叫最適當的欄寬 最適當的欄寬 自動調整 但是你要點準 你不要點Y... 點Y... 再一次喔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已經清除的部分輸出了 然後... 可是... 如果你要把這兩個按鈕 把它換過來 其實你不用重做啦 如果你串接跟清除 那你如果希望呢 改成手機公式 然後換成這個清除的話 一般我的習慣是直接拿這個來改 那怎麼改喔 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指定聚集 如果你要利用原來的按鈕來修改 而不是說重新插入新的按鈕的話 你就直接按右鍵 指定聚集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會問你說 你... 是不是要重新指定哪個聚集 是按下按鈕的連結 那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手機公式 然後並且把手機公式 名稱先複製一下 OK 然後呢 特別重要 其實... 那你說老師這不是聚集嗎 其實啦 聚集是錄製的 另外自己寫的VBA 它也把它當成聚集 大概概念是這樣 按複製 把名稱複製 然後就直接按確定 再點擊按鈕上面的名稱 把它刪掉之後 再貼上去 因為剛剛我有複製那個名稱 就OK了 所以如果你按下這個應該手機 就直接輸出它的公式啦 那你游標放在這裡 看到公式 沒錯 那清除的話呢 當然如果我要重新 重新再去指定的話 你可以指定聚集 然後再按右鍵 指定聚集 那這個清除的話呢 不過你會發現 它這邊會出現兩個清除 你說老師不是一個清除 沒錯 因為上個禮拜那個錄製聚集 也叫清除 然後我們今天做 所以它同名 那它怎麼區隔喔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前面會有一個 module的名稱 電 有沒有 所以喔這個清除 執行下去 是上個禮拜的 那我今天是寫在這裡 module VBA有沒有 電 所以喔記得如果你要改的話 請你改成哪一個 改這個 這個才是我們自己寫的 下面這個是上個禮拜的 所以記得點它就可以了 因為名稱要不要改 不用 因為本來就叫清除 如果你是執行這個的話 那才是今天寫的 OK 確定 然後這樣就OK了 按清楚 它就work了 但是這個是自己寫的 你說老師那不是 跟上個禮拜一樣嗎 雖然結果是一樣啦 可是喔 應該比較有感覺一點吧 因為以前的話呢 上個禮拜是 等於是都是錄下來的啦 OK喔 那你說未來哪個比較好 反正我跟各位講喔 事情可以做得完都好啦 你用哪個方法 不也都一樣嗎 OK 誰會管你 老闆會管你說 你用哪個方法 你只能 你不要用錄日聚集的 應該不會吧 做得完就好了啦 OK喔 好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 輸出嘛 最後的話 還需要再多第三個按鈕 第三個按鈕呢 實際上 也是還蠻常遇到的狀況 就是說 因為你公司太冗長 你通通把它輸出到 儲存格裡面 將來存檔的時候 哇 那會變得很肥 而且之前也有同學說 這個檔案越跑越慢 越跑越慢 然後一存檔的話 檔案好大好大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塞了很多的公司 在儲存格裡面 所以喔 如果你想 假設希望做到 資料減肥的話 那 尤其是你跑回圈啦 因為有時候回圈一跑 可能就跑幾萬 幾十萬 幾百萬個資料喔 它是瞬間完成 一秒鐘都不到 全部OK了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要改成什麼 改成輸出結果 是一個 最後的這個0911的這個 電話號碼的話 那該怎麼改 首先 一一樣是 切到Visual Basic 二的話 我們再寫個按鈕 所以再寫個按鈕的話 我乾脆直接拿這一段來複製好了 再貼 然後 名稱叫手機就好了 不要底線公式 OK 那 再來的話 回圈不要改了 因為回圈其實都一樣 要改的地方就是這裡 等號後面 等號後面 改成什麼呢 因為我今天是希望說 我要輸出的並不是一個公式 而是輸出我要的結果 那怎麼辦呢 你就直接在後面 一樣加兩個雙號 然後它開頭一定是09 所以我先打09 你看到09 輸出到這個範圍 執行 它變成9 因為0被去掉 因為都是數字 那你想說 老師這樣有work 那我可不可以類似像那個 串一個公式 那如果說我想要再 再把那個後面加 加上什麼呢 加上這個電信業者的資料 那其實有個方法 後面加一個end 串接 串接什麼呢 我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放到這邊來 再跟09串在一起 那這個儲存格怎麼指定它呢 很簡單 這個叫儲存格 那剛剛不是有這個儲存格 所以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拿前面這個複製到這邊 把E改成F就好了 那意思就是說 請你幫我抓什麼 抓F藍的 把它複製 複製C-C-V 或者是拖拉加C-鍵 這樣也可以 然後這邊改譜 好 那這樣就09 後面喔 11對不對 穿在後面看看 執行 有了耶 但是因為都是數字 所以它0會被扣掉 那我再end一個減號 減號就不是數字 所以如果你end一個減號 你再run它看看 有沒有看到 0就保留了 因為它有一個非 數字的字元的話 那它就不把它當數字看待了 OK 那後面怎麼做呢 再空一格 然後後面我希望再加084 028 那怎麼做 再end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儲存格 是要串在後面 那個儲存格在G 所以就把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 複製到這裡 然後這邊叫做區 執行看看 但是這個可能會有個問題 它沒有0 那之前有做過什麼 rept 有沒有 加len 可是那太複雜了 還有用一個test test好像比較簡單 那可是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像test這個函數 是以sale的函數 那VBA裡面本身也有自己的函數 可是呢 它們兩者是不相通的 所以後來我查了一下 我發現VBA裡面也有一個函數 它的作用呢 跟test一模一樣 只是說它換了一個名稱 它名稱叫format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三碼的話 請你在這個salesi的區欄的前面 加一個叫做format的函數 你就打一個format FORMAT 然後錢瓜阿虎一下 就是把84放進來 然後後面豆點 加上三個0 前後一定要雙引號 雙引號移到中間 這個跟test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說呢 它的名稱由 原來的test 改成叫format 後瓜阿虎一下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本來是輸出這個啦 這個是84 那為了我要讓它變成三碼 所以呢 我就在這個儲存格的前面 加一個format前瓜阿虎 豆點 雙引號 000 好這樣就ok了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084就有了 那你想說 老師那後面那個007怎麼做 對 所以其實啦 後面應該要一個減號對不對 然後再一個 把它改去嘛 然後這個 所以喔 如果假設比較聰明的辦法是這樣 從這個減號前面這個end的空白處 一直複製到尾巴 然後把它貼到後面去就好了 貼到後面去之後呢 再把這個g改去 這樣應該比較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因為後面我們是要-007嘛 所以一定要一個減號 所以end一個減號 然後再end007 所以這個複製一下 記得喔 是這個end減號 減號的前面這個 連那個空白也要一起複製喔 不然的話你要自己再加上去 貼上一下 好 那貼上之後的話 請你把這個改成h 那恭喜你 就完成啦 這有點長了 公式 我再把它拉過來一點點 因為這個 這個把它再縮小一點點 OK 這樣 所以為什麼要浮動在上面 因為浮動在上面 你一看就知道了 但如果你沒有浮動在上面 假設同學寫VBA程式 都整個畫面被遮住 那後面根本看不到的話 那你要再來寫程式 其實是還蠻麻煩 那我個人習慣是 直接讓它浮動在上面 然後並且讓它 這個寬度不太夠 再拉寬一點 好啦 應該可以看懂 09有沒有 然後 所以它的 基本上就是 09 然後再把這個f 這個有沒有 抓到 抓到這裡 然後0911 然後再加一個減號 有沒有 然後再加這個 這個是04 放在這裡 然後因為經過format 把它格式化成3 然後這個的話 是要把這個7改成007 所以再放到這邊來 然後一樣要個減號 有沒有 然後再一個format format刮糊到裡面 那最後輸出過來之後 那就會是我們要的結果 應該可以知道這個關係吧 OK 其實應該不難理解啦 只是說不能打錯 一個地方都不能出錯 字不多 但是可能要記起來 OK 所以 所以我說 其實我覺得我 最早 城市會學得好 我覺得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我記憶力很好 所以以前我發現 我很多地方 城市都是把它背起來 然後我可以背完 馬上可以 然後馬上都對 所以如果你記憶力很好的 我覺得真的 來寫城市應該也佔一點便宜 因為呢 城市裡面有太多地方是需要背的 你不要說隨便 那它只要一個地方出錯都不行 哪怕只是一個符號 哪怕只是一個空白 我發現都會讓很多人 真的頭暈腦子 但是 怎麼辦 如果你記憶不好的人 請你準備一個筆記本 寫下來 因為你錯 下一次還是會錯 保證會錯 像我常看到同學打錯哪裡 這個S就是不喜歡加 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都其他 大概 有一次甚至是十個同學 大概五個同學 是少加S的錯誤 就卡在那裡 其實也沒那麼困難 就是你打錯字而已 OK 好啦 然後我們來亂亂看 如果OK的話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完成 那試試看好了 那手機又要執行一下 那最後看一下結果 OK 看一下這個結果 是不是 油標放這裡 上面看到的就不是一個公式 那當然啦 相對於剛剛的公式 其實資料量會減少很多 所以未來啦 尤其是像有些資料 下來之後 如果你假設全部都是公式的話 那你一存檔不得了 檔案一定會爆 真的會很大 但如果你假設換那個方法 相對的就小很多 OK 最後的話 我們再補一個按鈕在這邊 手機 有沒有多一個了 一個SUB 反正一個SUB就一個按鈕 補一下的話 你幾個方法 這邊插入一個按鈕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我比較習慣用這個 按右鍵複製它 也就是拿這個按鈕 在它的底下貼上 Ctrl-V貼上 然後拿這個來改 按右鍵 重新再指定那個手機 把這個名稱 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改一下 這個的話就是 或者直接把這個後面 底線公式刪除吧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這個動作了 最後呢 要驗證一下 所以 油標放這邊先清楚 好了 然後 輸出公式 也沒錯 輸出結果也沒錯 那恭喜你 這樣應該就完成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 又多一個按鈕 叫做 手機 這個按鈕 然後 公式 當然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只是說 如果你來不及 你可以再稍微記一下 應該沒有 如果跟之前比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說 把哪個儲存格的東西 串在裡面 那這個地方 會多一個format 的一個函數使用 OK 那這也順便講一下 就是說 在函數部分 Excel有Excel的函數 那VBA有VBA的函數 他們彼此之間 是不相通的 那當然你說 老師 那將來可不可以 兩邊可以互用 其實是有辦法的 只是說 有點麻煩 之後我們有遇到 我們再來看 反正今天的 這個練習 只要做三個按鈕 所以最後的話 你們 這個練習的作業 反正最後 記得就是說 欸 我好像做反了 那怎麼辦 沒關係 這個移過來這裡 可以 然後這個把名稱改成這個 就好 也可以了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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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